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也是不巧了 我的车被朋友借走了 明天一早才能还 要不然我就可以送你了 你去机场不也是住酒店吗 你不如在我这儿凑合一宿啊 那毯子都是新的 没事 不合适 一会儿雨小一点我就走了 我查过天气预报了 从现在到凌晨都是大雨 那也不好 真的 真你的地儿 我这 我一会儿就走 我家离这儿很近 几步路就到了 你跟露露到底怎么样了 见面没 见了 见了你不把话评直接给她 还那么着急要走 一句两句说不清楚啊 是不是阿姨又闹了 不是 这次是我们之间的矛盾 有什么需要帮忙的 我去找她 你别去了 她睡了 其实呀 我跟露露聊过好几次了 你为她付出那么多 她应该多为你着想的 没事 这感情的事嘛 对吧 既然好了 那就不要计较谁多谁少 大气 有什么事随时来找我 我不但是露露的朋友 也是你的 行 你要叫得到车呢 我绝不拦你 弄得我好像对你有什么非分之想似的 我有那么可怕吗 走了 楼上楼下都是你的 晚安 啊 起那么早呀 要跟就没怎么睡 那我们去吃早饭吧 不用了 一会我就走了 就不麻烦你了 啊 王叔 王叔 你干吗 喂 露露 你干什么呢 从昨天打电话 到现在都不接 发信息也不回 我一直在睡觉 你要气死我了 王书旺你到底要不要了 我跟你讲啊 他这次真的要走了 你还不赶紧过来 王书旺你不能走 我已经订好机票了 陆如今在来的路上了 那我更得走了 没想到北京小爷那么怂 我告诉你啊 激将法不管用 逃跑就管用吗 我只是想一个人冷静冷静 再进也逃不出两种结果 分手或者和好 但是你走了 那就只有一种结果 那就是分手 你们上海女孩 都这么咄咄逼人吗 那不都是被你们北京小爷 逼出来的呀 你不是喜欢慢慢来吗 那我们就坐在那边 喝一杯咖啡 慢慢等 好吗 来吧 来吧 来来来 王叔 你们两个人慢慢聊 我出去买点东西 你怎么在这儿啊 你怎么在这儿啊 本来呢 我就是来放个花瓶 但是昨晚上雨下太大了 我又打不着车 所以就在这儿待了一晚上 那为什么不住酒店 我说得不够清楚吗 雨下得太大 打不着车 马思思好心收留我 我就在那边坐了一晚上 看了一晚上 书 那你现在来了刚好 把这花瓶带回去吧 这是什么花瓶啊 我昨晚已经说过了 我去烧摇了 这是专门给你做的 我昨天晚上喝多了 什么都不记得了 那你还记得 你跟淳于秋接吻的事吗 我没有跟淳于秋接吻 是你自己亲口说的 那是差点吻上 但我把他推开了 反正我记得 这已经不是一次两次了 我跟你说过无数遍 他不是什么好人 不是什么好人 跟你就不听 我有我的判断 你为什么不相信我 我相信你 可是我不相信他 那是他的事 跟我没有关系 怎么没关系啊 那天在酒店门口 你在我和他之间 已经做出了选择 我那是为了工作 王叔啊 我第一次发现 你那么小心眼 工作 我一直以为 当一个编剧的工作 是写剧本 我现在才知道 编剧还要跟演员演感情戏 他开房 你还要替他打掩护 你还得跟他出去约会去 现在已经到接吻的地步了 接没接我不知道 接了以后干了什么 我更不知道 你可以为了达到目的 不择手段 但是我不行 我不争取 没有人会给我 我现在所做的一切 都是为了我们俩的未来 你可拉倒吧 你为的是你一个人的未来 那你呢 遇到点问题 就玩失踪 一点责任感都没有 我哪失踪了 我跟你说了一万遍了 我是去烧摇烧摇烧摇 烧摇有个屁用啊 你消失那么多天 你带回来一个破花瓶 说实话 我一点都不稀罕 烧什么也不如你实实在在 在我面前来的实在 所以我一点都不喜欢 行 你给我回来 你给我站住 回来 魔术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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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给我站住 你要干什么 你要是敢走 我就把它砸了 反正我做的东西 对你来说也是垃圾 你也不喜欢不稀罕 你愿意砸 随你便 好 对你atte 你还想要走 你也想要走 你又想走 你还是要走 我今天都我要走 我走 是 我 你驾驾 来 姐 走呀 还是这口舒坦 怎么着 真不打算回上海了 至少目前是 想想上次去上海 我还挺感动呢 我真没想到 露露能为了你 把户口本给偷出来 可是这小丫头 翻脸比翻书还快 这么快就跟那淳于秋 走一块去了 他俩没走到一块 那也差不多 弟弟 你不用难过 爱情这事也分地狱 换个地儿就容易水土不服 我就不信了 北京大妞这么多 你就找不着一个 比露露强的 打住我啊 我跟她还没分手 只不过是暂时冷静一下 早点的事 我早就想说了 只是我知道 我说了也白说 这露露和淳于秋 他们俩一样 都是搞艺术的 都是一帮神经病 你说你一个正常人 跟着瞎插我什么呀 这跟艺术没关系 是我俩的世界观不同 一个意思 你啊喜欢隐居田园 人家偏偏要出人头地 结果好了 一拍两散 你就听我的 好好都开你这小店 挺好的 搞什么急啊 我还得四处转转呢 没看过世界 懂什么叫世界观啊 你要去哪儿啊 不知道 走哪儿算哪儿吧 继续我不思进取的人生 让忙碌的人忙碌去吧 我做我的白人梦 挺好的 我做了什么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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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知道你又变成人肉垃圾桶了 一股单身狗的味道 哪个男人看到你这样 都会疲软的 无所谓啊 正好我现在对男人也没兴趣 好男人都在电视里 他们温柔体贴大度 最重要的是呢 他可以无条件 支持你所有的 那只是在电视里 洗脸 敷面膜 换衣服 跟我出去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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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知道对于一个失恋的女人 最重要的是什么吗 就是给自己的脸补充满满的胶原蛋白 让自己变得美丽 让你的前男友后悔 不要吃了 你快点 不要吃了 你信不信我卸了你所有的外卖软件 然后砸了你的路由器 我想回家啃机转 怎么那么没出息啊 出门还不到一个小时好吧 我压根就不想来 你再不出来都成盆栽了 一会儿好好跳进了一群 明天我带你去参加一个酒会 一个银行高管办的 全是业内精英 单身钻石王老五 跟我有关系吗 只要你想 随时都可以有关系 我不想 治疗失恋最好的方法呢 就是马上开始一段新的恋情 我没有失恋 我只是暂时地分开 暂时分开 我没劈腿 你是好人 统称男女关系的三大火炎 他会回来的 我相信 王熊这个人吧 看上去大大咧咧的 但其实内心敏感 自尊心极巧 没事的时候 他可以把你宠上天 但是万一你把他惹毛了 他暴躁的一面就显现出来了 到时候你说什么都没明白 你怎么对他那么了解 我可是星座小巫女 像他这种典型的狮子男 我一眼就看明白了 那我该怎么办 很简单呀 就怕你做不到 你快说 我必须做 向他低头 跟他道歉 说我错了 以后什么都听他的 凭什么呀 不是你说的吗 男女之间第一次吵架 决定着以后的地位 这个时候绝不认输 小姐 那也得分时候好不好啊 现在都已经要分手了 必须要使出我们的杀手锏 可是我从来都没认过错 那是因为那些男人都不值得 我 主人公露露终于来到了北京 一场寻找真爱的冒险之旅 就要从此刻开始了 她心中紧张又期待 她坚信 王术王一定在这里等着她 一切都是那么顺利 仿佛全世界都在眷顾这种情侣 露露更加坚信 王术王就是她的真爱 她的家就在前方 他们终于要见面了 王术王 王术 开门 亲爱的 我想死你了 王术 开门 我再也不想见到你 去找你的春秋吧 对不起 老婆 我原谅你 老婆 我原谅你 谁让你头发卷得那么好看呢 王术 开门 亲爱的 我错了 求求你不要离开我 不要离开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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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在这儿 我担心 别离开我 我担心 你不担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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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担心 你不担心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姐 干吗来了 我找王霜啊 我看不到他的人 我看到他的自由光也特别开心 你们不都分手了吗 你还来找他干什么呀 我们没分手 我只是最近工作有点忙 没有时间陪他 所以他就先回来了 别蒙我了 你俩肯定吵架了 嗯 吵架了 因为淳于秋 不过那是个误会 我这次特地来跟他解释清楚 跟他道歉的 我离不开他 我想请他回去 姐 你要是知道他在哪儿 麻烦你告诉我一声 你真的是来道歉的 嗯 好 那就看看你的诚意 别擦了 人家都消过毒的 燕姐 有日子没见了 忙什么了最近 去外地进货去了 刚回来 得了 您慢点吃 有事您说话啊 谢谢啊 这都是什么呀 豆汁 芥末堆 炉煮 这家的炉煮啊特别正宗 我跟我弟打小在这儿吃 你尝尝 来 怎么样 好吃吗 还行 有点怪 猪大肠就这味儿 特香 这是什么 猪大肠啊 还有猪肺 猪血 猪肚 怎么了 受不了了 来来来 来点素的 见面堆 来来来来 喝个多汁 来来来 喝个多汁 来来来 喝个多汁 老板 回见啊 这就受不了了 什么情况啊 一股酸溜溜的味儿 太难喝了 真让人受不了 可是我弟就喜欢这一口 你们连一日三餐都吃不到一块 今后这日子该怎么过呀 很多人都吃不到一块去 日子不还是照样过 露露 姐姐我看得出来你是个好姑娘 可是我觉得吧 你跟我弟啊真不是一路人 要我说啊 你还是趁早 各回各家各找各妈吧 就算是分也得说清楚 我这次来找不到她 我是不会走的 你还非得撞了南墙才回头啊 对 就算撞得头破血流 我也乐意 行 那我告诉你 望着她压根就不在北京 那她在哪儿 我也不知道 也许连她自个儿都没想好呢 那我要怎么样才能找到她 那我也不知道 得等她自个儿想好了来找你 行了 甭想了 我送你吧 给我开一下 你一个小姑娘 人生地不熟的 还是我送你吧 把车打开 我要拿行李 还挺降的 那行 那我真不管你了 哎 露露 我问过望子了 她说她不打算再回上海了 她真这么说 她说你们俩是世界观的问题 我了解我弟弟 她一旦承让世界观 这问题就大了 还有 她以前谈过的女朋友 各种不靠谱 我横栏栏拆得都很容易 不过这次你们两个 我还真没下剪刀手啊 是她自个儿说要冷冷的 知道了 哎 还是我送你吧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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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我 哎呀 哎呀 这个呀 叫北京的情人湾 你呀 就她的日子 在我怀里待着吧 师父在这儿停 先停一下 来 师父 我到了 多少钱啊 四十 给 不用找了 来 你介绍一下啊 这是著名的白塔寺 那是不是白石塔 白石大 哎 是 说的就是这儿 这儿 哎呀 הש 你还是懂了吗 你不需要有点子 你不需要看好吗 你不是吧 吗 你不需要看好吗 你不行啊 你不是办法吗 你有什么东西 你还是会有点子 进来吧 来 来了 怎么样 我这小店不错吧 送你三个字 好 乱了 好 夜已经深了 陆陆疲惫地坐在台阶上 背后 是紧闭的大门 王叔啊 还是没有消息 此时 他也在怀疑 这一次来北京 是否是个错误 但他不想放弃 他相信 一定会找到王叔啊 你找谁啊 我找王叔啊 他都走了好一天了 别挡了 我就在这儿待会儿 此时此刻 露露好像被整个世界抛弃了 可是她心里充满着勇气 是爱情的力量 你是谁啊 我 我叫露露 你是干吗的 编剧 把你身份证 后口本 还有展示证 拿来我看看 为什么呀 我是这片的安全血管 我怀疑你有钻的嫌疑 啊 怎么可能我是王叔王的老婆 那又再拿一个 结婚证 我走可以了吧 不行 不怕贼头就怕贼电影的 我呀 必须断了你的面影 你拿男生证 我 快走 过去关心 你干嘛你放手 没有 首都人民警惕性挺高的呀 给你就给你 完了 我的包丢了 我 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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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我 我钱包手机都在里面 我 我包 那出租车上了 完了 完了 我 我怎么回家呀 是演得不错呀 真丢了 我没骗你 你看我 我长得像坏人嘛 我今天一大早从上海飞过来 我跟我男朋友吵架了 他不接我电话 我就过来想跟他讲清楚 可是我哪儿也找不到他 我 我实在是没有办法 我才坐在这儿杀狗 我 我为了他 我吃了猪下水 我 喝了凹通物一样的豆 豆汁 我 我为了我什么都干了 他还是不理我 我该怎么办呢 好吧 别着急 慢慢吃 来 喝点叉忧 用消化的 怎么哭了 太好吃了 我从来没有吃过 那么好吃的 番茄鸡蛋面 我太谢服了 好吃就多吃点 不过蛋了再给盛起 够了 够了 年人真好 太温暖了 那就别哭了 钱丢了再赚 手机丢了再买 有什么了不起 可是 我不光丢了包 还把我男朋友给弄丢了 小两口吵架呀 床头吵 床得合 只要心里在一块啊 没什么了不起 你看我跟我老头子 那吵了一辈子 那日子不还得过呀 现在可得好啊 倒想找个吵架的呢 都没了 您家里人呢 我还有个闺女 在外地 有时候啊 一个月回了一趟 有时候半年才回了一趟 对了 你不陪这儿去吗 干脆就住我这儿 这儿人再走 不用了 我吃了您做的面 已经很不好意思了 不能再打扰了 跟我别客气 没什么不好意思的 住下来 真的不用了 那我就不强留你了 不过呀 这钱你得拿着 路上应个急 不不不 不行 阿姨我不能烧您的钱 不行 跟我别客气 谁出门在外 遇不厌点难事啊 拿着 不拿我生气了 拿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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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阿姨 这个钱 就当是我向您借的 下一次我来的时候 再还给您 北京人民太好了 谢谢啊 别客气 好闺女 我给您这儿 给您买一大 买多对 不过 要是买多对 我给您帮您打开 您帮您的 我给您帮您 这一瞬间 我等了一年 我等了一年 全被您给毁了 打电话了 这能有北京的号码啊 谁呀 接呀 好 好 好 你拆开地 拆开地 爸 露露啊 怎么是你 你怎么在北京呢 你在北京干什么呀 给我给我 露露啊 你是和王叔旺在一起吗 没有 是他带你去的北京 不是 我自己来的 你怎么声音不对啊 哭了吗露露 到底怎么了 发生什么事情了 是你们两个吵架了吗 王叔在不在 你把电话给他 他不在 我一个人在酒店 没什么事 就是想你们了 给你们报个平安 没事 放心吧 他说在酒店 总是气呼呼地 把女儿吓毁了 露露啊 露露啊 听着啊 爸爸永远支持你的 告诉爸爸 发生了什么事情啊 我来问 露露 是不是这个王叔旺欺负你了 要是这样 我和你爸爸 马上坐飞机来北京 我就不相信这天底下 没有讲道理的地方 爸 妈 你们想多了 我们什么都没有发生 好着呢 露露啊 如果受了什么委屈 就告诉爸爸啊 就是天塌下来 爸爸也给你顶住 爸爸妈妈 就你这么一个女儿 你比什么都重要 爸 有你这句话就够了 没什么 我挺好的 你放心吧 我自己会照顾自己 也不早了 你们早点睡 我就是给你们打个电话 报个KR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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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ikka… 乖 việc Uber 你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周哥 露露的电话 喂 好久不见了 找我有事吗 其实本来不想打扰您的 可是 我实在没有办法 我的包丢了 身份证和手机都在里面 我没地方住 也回不来了 好 我知道了 你先待那儿别动 我让公司一个叫凯莉的去接你 我刚好在北京有一套公寓 没人住 你今晚上到那儿去休息吧 明天我让司机开车送你回上海 你就不用担心身份证的事了 谢谢啊 没事 这边 请进 太豪华了 这是淳于秋先生 让我交给您的手机 入网手续都已经办好了 谢谢 这些衣服和化妆品 也不知道您喜不喜欢 我箱子没丢 衣服和化妆品都还在 借宿一宿 明天我就走了 除了这个手机我要借用一下 其他的你就带走吧 您太客气了 淳于秋先生说过 您是他很重要的朋友 让我一定照顾好您 您什么都不收 我可没法交代 我这次已经很麻烦你们了 不好意思再收东西 我跟他解释一下 那好吧 那您先好好休息 拜拜 您好 您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您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您好 您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我到北京了 到处也找不到你 你在哪儿呢 开机了之后 给我回个信息吧 王叔啊 我努力奋斗的未来 不能没有你 喂 接得这么快是在等电话吧 没事 那个你送来的东西我这儿都有 所以我让凯丽带回去了 你别怪她啊 我知道了 我刚刚问过朋友了 在机场办个临时身份证 一样可以登机的 你坐车回上海太累了 如果想买机票的话 你就直接找凯丽吧 嗯 谢谢 晚安 此时此刻 城市一片漆黑 和露露的心情一样 但是她坚信 她爱的人 一定在这片天空的某一个角落 想念着她 这黑暗 预示着黎明即将到来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对你无力抵抗 轻易在我世界 留一个地方 想念无处刻唱 又回到身旁 注定都逃不开你的目光 爱让人心发烫 也让人慌了又慌 明明想更倔强 爱了却心感情越痛